重庆发现 故事无限 大家晚上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重庆发现 我是李金 提醒大家 扫描屏幕上的这个二维码 下载重庆广电第一眼新闻客户端 看新闻还能赢大奖 百集系列纪录片 重庆老手艺今天播出南门红堂 重庆老手艺由中国人民保险冠名播出 另外也提醒大家 如果错过了在电视上收看的话 可以在第一眼收看 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 大家刚才已经扫描了 左边的这个二维码了 下载第一眼APP之后 进去在第一眼的头条位置 您就可以看到重庆老手艺了 这是和电视同步播出的 当然你还可以点击 最左边下面那个特别关注 点进去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重庆老手艺的专题 这里你不仅可以看到 当天播出的内容 还可以看到之前播出的所有内容 本节目由中国人民保险冠名播出 本节目由相伴重庆二十年 鲁能地产特别支持 本节目由中国人民保险冠名播出 本节目由相伴重庆二十年 鲁能地产特别支持 糖带给人的治愈 似乎总比其他食物要快上好几倍 无论是逗乐哭闹中的孩童 还是为其受伤的成人 有时一块糖往往能起到消解悲哀的作用 可世上甜糖千万种 有人却独爱一块南门红糖 本期有讲问答的题目是 糖房里熬糖的锅一共有几个 不知道不要紧 看了片子之后 您肯定能回答哦 来一起进入今天的重庆老手艺 每年历冬前到冬至 是南门浙农最忙碌的时候 他们分工明确 有人手持锋利的小锄头 砍断甘蔗 有人拿着浙刀三转五转 帮甘蔗脱掉外衣 甘蔗地里一片丰收的景象 和我们平时吃的果蔗不同 这些甘蔗被称为糖蔗 种子来自云南 是熬制红糖的原料 南门人用甘蔗制作红糖 已有上百年历史 蔗农们身旁都备有一堆甘蔗叶 带到整理好的糖蔗足够多 便抽一匹甘蔗叶将甘蔗利索地捆绑起来 兼挑背扛地装上货车 不久 一车糖蔗就被运到了田地附近的糖房里 从砍伐到榨汁 糖蔗的保存时间不能超过一周 否则无法乘糖 南门红糖的熬制过程 用热火朝天来形容 一点都不为过 几把铁瓢大锅 石头打造的糖槽 沿袭了百年的记忆 就这样辛火相传 二十岁出头就在国营糖厂工作 到现在拥有自己的糖房 李远青已经不知道祖上从何时开始做这个行业了 村民们用石棉瓦等建筑材料搭建起避风雨的糖房 甘蔗先被柴油机带动的榨汁机挤压出汁水 为了保证甘蔗汁的纯度 榨汁前千万不能用清水清洗甘蔗 你如果是说你去把甘蔗洗掉过后 你必然你拿着很深水 但是那个水就跟那个甘蔗水不融洽 它都会影响它 影响那个糖的醋 影响糖的质量 影响糖的盐水 清洁从第二步开始 汁水通过沟槽流进缸里 这是第一次沉淀 去除原始甘蔗之中的泥土 纤维等杂质 这个沉淀的黄霸 至少是在10分钟20分钟的样子 熬制红糖的灶是请石酱特制的 用煤渣做燃料 一溜石器长灶里 燃着熊熊大火 火上共有七口锅 火力逐渐减弱 第一个最大的锅 其实更像一个缸 经过沉淀的甘蔗汁 在这里接受第一次加热 这一步被称为减毛泡 我们都把它烧开 把那个甘蔗呀 把那些泥沙呀 那些全部把它露干净 露干净过后基本上都没的 没杂质的 没的无垢的 剪毛泡的工具像一把大型漏勺 一勺下去 带着杂质的泡沫粘在勺上被蒸掉 清澈的甘蔗汁被留在了缸里 我们就要把它打的方便 简单人说 你那个黑的 我们全部都要把它摇打 二十分钟之后 甘蔗汁被放进一个巨大的木盆 开始第二次沉淀 用这种的方法 主要是吸取冷却的作用 它如果冷却的快 它都沉淀的快 那盆子可能大概是一千斤水左右 一次煮沸 两次沉淀 这才终于完成了甘蔗汁的清洁工作 重头戏开始了 石头砌成的长灶上有六口铁锅 每一口铁锅都是熬糖的一个蒸发阶段 最初的大锅里汁液最稀 此后每口锅的这汁 出现次第不一样的琥珀色 那不是他们吃的是水吗 我们一别一斤甘蔗要炸下七十五斤水 都只有四斤糖的一头 还有六十五斤水 简单的水 这个都是水分 铺器烧都是把水分烧干 熬糖的火候是制糖的光景 由于甘蔗的品种新鲜程度不同 熬汁的技巧全靠师傅的眼力和经验 开始的话 这个炉个锅的话 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水 烧干的电打 都完全都要 凭感觉才 凭乳液看才 我这个水要需要完全都要的 水分少的 都要冰锅 都喊的冰锅 抢五个锅的话 我都冰成四个锅 在四个锅后再冰成两个锅 冰成两个锅 最后冰成一锅锅 在不同的锅中连环工作 熬糖师傅手中的铁勺停歇不得 这个火大了过后 你要慢大过后 它最后的它的新服务 那吃起那红糖的感觉 它都不一样 但是你如果是说把它要好的 它都没得那个服务 那糖的增上 如果是说长期煮这个火炉 它又没有那温度计 又没有那些量 它都四平手干 四十分钟的时间 锅与锅环环相扣 倘若火力不足 会把糖汁熬成质量低劣的丸糖 成胶状的丸糖无法结晶 熬制的时间太久 糖水就会浇掉 在最后一口锅前 师傅会用大勺 咬起浓稠的糖浆反复搅拌 真正出锅之前 他们会适时地在糖浆中 添加一滴菜油 其中化学反应的 它都吃那个泡子都散的 拿起来过后 这个糖它都要搬进去 我们所说的就是温度 什么时候点油 也是熬糖的关键 可惜村里人的经验 似乎只在严手之间 不在嘴上 又为这古方熬制的红糖 平添了一分神秘 熬制好的红糖 温度高达120度 被迅速分到两口冷锅里 大冷铲的师傅登场 我们喊的是这个红糖要放啥 你如果装起的话 你不喝它的话 那么它放不起来啥 那整个冷锅糖 洗的都是洗的 都要要它冷却 但冷却不是 而是要它活动 两位师傅 人手一把小铲 不停地翻炒浓稠的糖浆 十几分钟的时间内 需要翻铲六七百下 随着温度的冷却 浓稠的糖浆呈现出 越发浓郁的红色 整个过程像是一场魔法 制堂师傅就像魔法师 不过 演好这场魔法不容易 至少要五个小时 最后 金红色的浓稠糖浆 被咬进模子里 冷却成红糖砖 成品红糖就诞生了 除了榨汁 需要机器提供高效的技术 这种古老的红糖制作过程 靠的都是人的经验 2014年 南门红糖古法熬制技艺 入选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此后南门红糖供不应求 前几年不是不好买吗 还不如种粮食那个时候 现在基本上是都赏识到 那个红糖的作用 对人体的帮助 今年的红糖 我们大概是在六十万左右 基本上是没得好多成果 每一根糖测 从开始种植到收获 农民要付出春夏秋冬 一年的辛劳 正因为种一季糖测如此不易 所以糖测在农民心里的分量 也是沉甸甸的 那口香甜不仅是食材本身 更是背负南门人 对生活的期盼和祝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当你充分了解了食物 如何得来的时候 才能真正理解 来之不易四个字 本期有奖问答的题目是 糖房里熬糖的锅 一共有几个 答案是七口锅 您答对了吗 不少的朋友都通过 我们的APP和微博等平台 给出了正确答案 我们也将从中选出 10人送出奖品 具体的获奖名单和领奖方式 稍后将通过 游走和官方微博公布 重庆老手艺系列纪录片 由中国人民保险国民播出 由相伴重庆20年 鲁能地产特别支持 本节目除了在电视上可以收看 还可以登陆第一眼APP 点击观看 进入重庆老手艺专题 在这儿 您不但可以看到 当天播出的重庆老手艺 还可以看到之前播出的内容 这不是玉 却如玉般晶莹剔透 这不是石 却像石一样坚硬无比 看角雕艺人 如何打磨刚柔并济的牛角 让它蜕变成艺术作品 百集系列纪录片 重庆老手艺 电江脚雕 重庆发现 即将为您讲述 这些手艺 流传千年 却渐行渐远 我们惊叹于它的美妙 却很少知道 它背后的心脑 世界也许嘈杂 内心依然安静 百集系列纪录片 重庆老手艺 重庆电视台新闻频道 亲力制作 2017年6月1日 到6月30日 第一季三十几 重庆发现 每晚八点 不见 不散 我们要留的